请收看 蜜蜜法师 冯雪讲座 有一个比丘尼啊 在这个身团里面呢 可能过着不怎么如意 看来有点伤心难过 突然呢 跑到讲堂来 当然我不了解他用的是什么心情 刚好碰到师父 这个因缘也算是很不错 然后他这个问题也请教了很多法师 他还是摇头 不太满意 我说你有什么问题 他说敢问上人 这个世间什么叫做完美 我跟他讲 体悟世间没有完美 用不日智慧 弹性方便处理事情 这就叫做完美 直接了当讲 了解世间就是不完美 这个心态 这个心态健康 就叫做完美 那你说我要要求对方完美 那我们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生 在这个苏佛世界 哪一个不是业力来 转变而来的 所以我不会去看众生的缺点 我不会去看众生的缺点 我也不会去折骂 凡夫的遗憾 这个处处都是表法的 我们把它看得比较正面一点 哪一个众生没有习气 没有种子 哪一个习气 不代表众生 所有的众生 习气就代表众生 众生就是代表习气 所以了解这个世间不完美 我们心态就会完美 因为你看透了 诸位哦 这两句话很重要哦 对凡夫来讲 无常叫做正常 对圣人的心来讲 无常叫做正常 有一个比丘啊 看了六竹谈经 学佛二十年 他说慧礼法师啊 我就是那个常 跟无常 非常非无常 那一段怎么看都看不懂 我说这一段很简单啊 你看的就是无常 共业所感的世界 无常的当体即空 就是佛讲的正常 简单讲 佛陀的涅槃在哪里 就在当下 我们现在正在弘法 是生灭的 是缘起的 是空无自信的 那一刻不神不灭的智慧心 当下就是 现在就是 就是涅槃 如果不能回归当下 一念无声 你哪里去找涅槃 但是世间对这个 很难体会 我们今天尽量不要讲 大家听不懂的 免得大家忘掉我 我今天要讲的那个团子 你都听得懂的 你牢记我 无常 叫做正常 是因为要安慰众生 就哪一个人啊 家里啊 死人啊 对不对 哪一个家里不会死人啊 一般的人世间 都会一直哭泣啊 然后你就安慰他 哎 在共业所感的世间啊 佛陀讲的咯 要安慰他哦 无常叫做正常啊 对不对 要无常 大家都不会来到 那我们不就变妖精了吗 七十岁的时候 那个脸已经皱到不行了 还活到几百岁 那个能看吗 你照镜子 你都会吓一跳 晚上起来上厕所 镜子都要遮起来 对不对 你敢看自己吗 台湾有一个三十几岁的 也不算姑娘啊 三十几岁怎么像姑娘呢 三十几岁叫做青熟女 是熟女 但是轻轻的手 就是那个水果啊 开始有一点甜分 但也快掉下来的 那一种水果叫做青熟女 不好形容 他怎么样 他跑去 自杀 哎 他说 莫名其妙 他为什么要去自杀呢 他说呀 他不敢面对 他老来的时候 那种 奶奶的脸 皱纹 斑脸 雷射 还有猪奶奶 他说我到那个 这是时候 人家讲出来 他说他不能接受自己的老话 七十岁八十岁又照到镜子 他受不了 以其这样子 年岁那么大的 受不了自己的脸 脸孔 倒不如早一点去死 哎 他不知道 这奶奶的后面还有竹奶奶 比他更老 竹奶奶 后面还有竹竹竹奶奶 这就更老 他的观念也很奇怪啊 所以这个就没有学佛的 你看 不敢面对无常 那么学佛的人 无常 就叫做真常 因为当体极空 就是真常 啊 好了 所以刚刚举的这个 比丘尼的 对话 是要告诉你 这敢问上人 什么叫做完美 这体会这个世间 没有完美的 这个人的心态 就健康 就这个 就这个 完美 谢谢你 谢谢你